出任立法會主席一年的梁君彥 幸舉行立法會主席連結記者會 回應民主派議員昨天向他提出的不信任動議 他強調自己是根據議事規則和基本法主持議會 又否認自己吹黑哨 其實秘書署會提供了很多以前做過的案例 如何去做 我可以做甚麼 其實我可以不做甚麼 就是很多我可以不可以做的 都是拿著這些去做 所以我們不會說黨派自己人又給多些好些 不會的 因為事實上我也明白 我每個決定都可以有可能受到司法的挑戰 梁君彥早前審議一地兩檢的時候 設限時辯論惹來爭議 被問到未來會不會將限時辯論常態化 他就這樣說 因為這個是有急設性 然後我才去做這件事 將來的議案是怎樣 有沒有這些其實的客觀條件 令到我去做呢 我想每一條都是要每一條去處理 現在不可以說會不會 他說今年通過的政府法案比去年增加約一倍 反映行政立法關係有改善 尤其望將來與不同黨派的議員多加溝通 讓議會能夠順暢進行 梁君彥自2016年出任立法會主席以來 幾次被前立法局主席黃雲發批評改變 立法會現有機制和議事規則 對今後的立法會發展造成負面影響 Live TV記者劉麗耀報導 當作為議員工人權的暴露 雀式火聖火部 時間為姿勢 放立法會議 然後 讓議案 望 Adult 等 等